大家一直都听说 两桶水洗车 两桶水洗车 那两桶水洗车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今天我就用真彩车给大家做个示范 两桶水洗车它最早来源于国外 最实用的场景就是我们自己在家洗车用的 我们就开始准备两桶水 那这是两桶 而且这两个桶不是普通的桶 下面要带这个 格沙滤网 一个桶装泡沫 一个桶装清水 我们先准备两桶水 一桶水多一点 一桶水少一点 这一桶要对泡沫 我们现在开始对正洗液 而且大家注意啊 对的时候要比正常稍微浓一点 我选择这款就是爱图腾的洗尘液 看这上面这个正常那个比例啊 标准是1比300 那么对的时候就要比这个标准稍微多一点 稍微浓一点 我们拿个凉杯 先堆个150毫升吧 ok 倒入这个桶里边 然后给它搅一搅 晃一晃 你看这洗液就不是堆出来了吗 我们在家使用凉葱水的时候 泡沫一定要多好 一定要浓 如果说不浓的话 它那个润滑效果达不到 容易给我们的吃气造成伤害 为了节省时间 我们直接用高氧水箱直接打 泡沫打完之后 我们用这个羊毛手套沾着泡沫 就开始洗车了 就跟正常洗车一样的 润滑度也达到了 等我们每擦完一个面之后 然后就开始清洗这个羊毛糕了 如果这个羊毛糕不是很脏的话 就用清水这张过一遍就可以了 洗干净之后 沾着这个泡沫 把手套按到这个隔沙网这个地方来搓一下 凉腿也洗着科学的地方就在这 它可以方便快捷的洗掉 我们手套上的泥沙 减少车上的太阳纹的产生 这时候擦完之后 我们用清水把它冲洗掉就可以了 怎么样 学会了吗